歌不给大家听完 因为今天活动好多 事情好多 听众朋友要提醒大家 5月3号礼拜五的上午 要准时收听超级美食家11点 因为我们邀请了 最近2019 健行好棒杯 餐旅技能全国公开赛的得主 要在现场给大家表演 花式餐巾的折叠 还有咖啡拉花 这两项得奖的学生 会来我们超级美食家现场来示范 还有今天我们有开直播 在开直播进直播之前 要给大家再一次提醒 今年超级美食家与广生堂 还有好物市集 联名给大家推荐的母亲节礼盒 龙文燕展冰糖燕窝 我们上次请到了广生堂的营运长 王静美来给大家现场实演跟饰演 我自己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们家的燕窝 吃起来很像洋菜 大家听到这样子的形容都快昏倒了 可是我不知道吃了燕窝 吃了很多年了 也希望大家能够试好的品质 好的处理的方法 而且是全台湾浓度最高的即时燕窝 今天不能跟大家讲太多了啦 广生堂的这一个母亲节的团购 到今天晚上截止 听众朋友动作要快 现在不能够跟大家讲别的 是因为现场玩儿也要快受不了了 今天节目现场很高兴邀请了两位贵宾 这两位贵宾先来看一下 Sandra先介绍你自己你是谁 哈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番红花46 印度餐厅的业主 不知道怎么讲 他讲不讲业主好好笑 听众朋友爱吃印度菜的人 一定吃过天母的番红花 今天呢 邀请Sandra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现场 是因为我前一阵子试了 也跟听众朋友在广播里面偷偷的分享一点点 我试了他们在微风南山46楼的Saffron 46 所以呢很高兴邀请Sandra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另外这位帅哥你是谁 呃大家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叫Nikolas Nikolas 刚刚你在这边还碰到了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好朋友 陈元祠 是 Nikolas 先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我的背景吗 呃 我其实背景蛮特殊的 哈哈哈哈 你也听到原池讲我觉得好特殊哦 哈哈哈哈 我其实小时候呢是在阿根廷出生 因为我父亲工作的关系 我们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 那我是在六岁的时候回来台湾 对 然后就读国中高中 然后大学的时候是到美国 嗯 去呃念书这样子 嗯哼 那后来因为发现自己对于烹饪的热忱 然后决定到欧洲去休业 是 对那在欧洲呃休业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后 回来台湾经营了两间餐厅 嗯 对 而且我听说你还会做澳洲菜哦 澳洲菜 我没有听错吧 那年陈元祠跟我讲你还会做澳洲菜的时候 哇好吃惊哦 哦这个可能有点误会 哈哈哈哈 好啦因为呢我上次去了Saffron 46的时候 我非常吃惊除了他的这个空间环境 听众朋友如果你们今天有追上直播的话 就会发现王若瑶姐好幸福哦 宝师傅中午不要煮饭了哈 这些咖喱我都要打包带回去 好因为呢全部我都不会留下来给中广的同事吃 好因为实在太开心了 因为当我看到这些菜闻到这个味道 我就想到那一天 那一天中午在 微风南山46楼的高空餐厅吃饭的这一种非常欢乐 非常开心 听众朋友可以听到我开心的声音对不对 这种回忆又跑出来了 好我现在因为非常难得 因为很多人都跟我推荐全台湾最好吃的印度餐厅就在天母翻红花 我们就从翻红花开始讲起 翻红花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追上米其林的话 有追上米其林指南就知道它也是米其林指南里面 必比登唯一推荐的印度餐厅 对不对 好Sandra来先介绍你自己哦 来 为什么你会做这么道地的印度餐厅 让许多吃印度菜的人大家都津津乐道呢 其实这要从 你要靠近麦克风哦 其实这要从 一段爱情缩起 我先生是印度人 他在台湾工作已经超过三十多年了 那我们结婚之后 喜欢常常喜欢吃美食 那我先生总是觉得在台湾 他一直找不到道地的家乡美食 我听说在台湾可以使用到的香料只有十几种 可是你们家用的要几种 我们家大概有将近三十多种 那有部分是在台湾可以取得的话 我们在台湾买 那不能取得的时候很幸运的 我先生在印度有经常要进出经商 所以他有时候就是进出的时候 会帮我带一些香料新鲜的香料进来 讲一句白话就是hand carry 是的 是的 只有他们家有hand carry的条件 那香料也不能长期保存 所以大概一两个月就是之后 它的香味就会跑掉了 所以之所以我们家的印度菜会比较味道道地 然后我觉得香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好在这里呢 其实呢今天呢翻红花的老板娘来这里上课 给大家上课 他今天带来了七种香料 要Nikolo介绍还是Sandra介绍 你们带来这七种应该都是非常灵魂 对不对 对 你不可以把麦克风推走 Nikolo 麦克风要捧着 我想要看着香料说 好来你说 OK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七种香料呢 其实是我们咖喱里面 或任何菜印度菜里面最常使用的一些香料 等一下Nikolo我对不起你 因为广告要来了 听众朋友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现场哦 休息一下 因为呢你们会带这个七种一定是有理由的 先来让大家来烤 听众朋友如果有追上直播的话 看你们认识不认识这些香料 这个一定是没有辣味的 你不要讲 这应该是辣味很浅 可是很香很香的红椒粉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豆蔻 我自己好爱 这个只要是卤牛肉 我们家都会偷家吉利 可是咬到之后味道很浓 对直播没有停 对听众朋友知道我直播没有停 然后呢这个通常是姜黄粉 对不对 这个我跳过去是因为我有点心虚 这个是黑豆蔻 你不能讲了 你等一下再来讲了 这个我没看过 我刚才还以为是草果 可是草果的个头比它大 大很多 然后这个一定是抹茶粉嘛 听众朋友看你们能够猜得出来 看有没有像王若良那么笨 这个一定是小回嘛 是不是 好我要问小回跟孜然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的 对啊 小回跟孜然其实形状就不一样 形态就不一样对不对 对 然后呢这个就有一点难了 这个看不出来很正常 这是Gara Marsala 哦这是什么 你再讲一次 Gara Marsala Gara Marsala 这是一种综合的印度香料 这里面的香料有非常多种的一种 有听众朋友提示我要闻一下 不是对不起 这不是薄荷粉 不是 这不是 可是这个很像我染头发的 Hella 是不是 是吗 指甲花也不是 也不是 对它闻起来有点 闻起来像指甲花的香气 有点中药的味道 中药的香 中药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揭晓哦 等一下在广告结束的时候再来揭晓 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直接介绍菜 因为今天真的太香了 整个录音是很香 还有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 印度菜变美了 有人讲说那是羊香菜吗 那是巴西里 不是 有人问说这是羊香菜吗 不是 好等一下 大家不要急 然后还有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印度菜有没有这么美 你有看过这么美的印度菜吗 有吗 其实那么美要看Niklos 在番红花46 就Sufferan46 我们等一下先介绍这两家餐厅不一样 或许听众朋友 有人去过天母番红花 我想应该比较少人去过Sufferan46 因为刚刚才开 所以整体是不一样的 然后连菜的感觉也是不一样 来 有人说超级喜欢香料 我也是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番红花 现在可以称为番红花餐饮集团吗 三长 两家了 不敢不敢 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 番红花的老板娘 Sandra 然后还有另外这一位呢 是Sufferan46 听众朋友可以听到 有两家餐厅 Sufferan46的行政主厨 Nikolas 今天来跟大家从香料开始切入 他们家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好认真哦 他不光是带来的料理 也还带来了印度料理的灵魂 我们现在就让Nikolas来揭晓今天带到现场七种非常赞 就是扮演就是扮演灵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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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的七种香料 来从红色这里开始哦 好那第一个红色的部分呢 就像瑶瑶姐刚刚讲的就是chili powder就是红辣椒粉 但它的辣度呢不会 辣辣 它不是红椒粉 它是红辣椒粉 红辣椒 有对不对 但是 它不辣哦 只会加一点点 好 好来再来 是 OK 那下一个 我起来有辣的感觉吃起来没有对不对 再来 那下一个的话 这个是绿豆蔻 英文的话叫green cardamom 那green cardamom的话呢 其实在印度料理里面会 用在咖喱里里面 甚至甜点里面也会用到 嗯哼 好继续 好那下一个的话 这个大家在拆很像绿茶粉啊抹茶粉的 这个是葫芦八叶 葫芦八叶 用在哪里呢 也是用在咖喱里里面 嗯哼 那我们的印度师傅他们在制作咖喱的时候呢 其实都会加 呃这一些香料 是 有些是抹成粉的 有些是保持它的原本的形态的 那 那这个草味好重哦 葫芦八叶对不对 但是它加热过之后呢 它的风味其实会 呃不一样 好接下来这个 下一个那个是小茴香 这个大家都应该都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刚才有问你可老师 有的人会把小茴香跟孜然混回一谈对不对 对 然后还有 呃其实很多长得很像小茴香的香料 那其实他们是不太一样 风味也不太一样的 还有有的人呢会把小茴香 比如说我有看过有一些餐厅会把小茴香当作是一个清口的东西 放在柜台上 让大家嚼食 它可以混着这个Cardamon 它是绿豆蔻 把它打开之后 然后他们可以一起嚼食 哦好香耶小茴香 你们家的香料好香哦 这个小茴一咬就知道爆开来的这个香气 好然后紧接着呢这个粉这个是一个综合粉对不对 对这个的话我们叫做Gara Marsala 这个Gara Marsala的话呢它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实际种的香料呢 呃就是混合在一起 做成了一个综合香料 好我要问问提了Nikolas 我发现有很多就比如说喜欢香料的人会去通路上买一些香料 有很多香料他自己就讲Massala啦 Massala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刚才有讲这是Gara Marsala对不对 有什么不一样 Massala的意思就是香料的意思 那这个Gara Marsala Gara在印度文的意思是热的意思 热的 对热 所以意思是说他这个Massala在经过料理之后 他能够有让你身体发热的一个功能 所以等于是Massala也分很多种是不是 是的 他这个那Gara Marsala在每个家庭里面 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私自的配方 我记得我是有一年去美国啦 到了美国的超市看到好多Massala 而且他们其实有的Massala会告诉你用在肉上 用在哪里 所以才会突破了一个咖喱 或许听众朋友只要讲到综合香料 就说这是咖喱 其实不是对不对 不是 咖喱的意思就是用不同的辛香料所组合成 那料理经过料理之后做成的酱汁 这个酱汁叫做咖喱 咖喱叫做酱汁 原材料叫Massala 我可以像简易的讲吗 非常好 非常好 谢谢三爪 其实呢我们很少请到印度菜 印度料理 你知道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真的给大家掌掌知识 这个是姜黄 姜黄 是不是 对没错 等一下我一直叫Nicolas要对着麦克风 我自己都兴奋到 没有离 没有都离开麦克风了 那这个黑黑的是什么呢 这个叫黑豆蔻 黑豆蔻 黑豆蔻的香气跟绿豆蔻不太一样 它比较香沉一点 比较沉 刚刚Sandra讲说像乌梅我觉得怎么有一种桂圆的feel跑出来 对 有一个熏的味道是不是 smoking的味道 好已经有听众朋友我们已经有开直播了哈 所以听众朋友好聪明喔 听众朋友已经在问问题了 听众朋友问日式咖喱跟印度咖喱最主要的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日式咖喱它比较偏甜 那它们里面常常加了苹果 然后它们的spice 它们的香料的用的种类应该是比较固定的 那它是以甜或辣来做它的区分 那它们用做成的是家里块 可是不知道 就比如说Sandra刚刚有讲说做成家里块 就比如说印度咖喱有面糊的成分吗 面糊没有 不用打糊对不对 它的底它的糊还有它的酱汁 主要它的稠度是来自于番茄还有洋葱 番茄番茄跟洋葱 等一下Nikolas你要麦克风要进一点 对啊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它那个稠稠的感觉 并不是因为淀粉所做出来的 对不对 完全没有淀粉 好啦我们就直接跳咖喱 我们直接跳咖喱了 Nikolas在你的眼前这边有两种对不对 对啊听众朋友有看过咖喱这么美的吗 有吗 它不但美而且好香哦 这是羊的咖喱 我那天喜欢的是哪一个 这一个 今天有特别帮您准备 耶 而且你们家的餐具好美哦 这又是什么呢 这是Chicken Tiga Masala 焊烤鸡肉咖喱 他们其实光是看这个颜色 听众朋友就可以知道这两个的味道是不同的哦 对不对 配方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印度的咖喱它每一道都是用新鲜不同的新鲜香料 那经过师傅他经过调配香料的调配之后 那料理出来 所以每一道一定是不一样的味道 有一个听众朋友居然讲说有些人吃到印度咖喱会说怎么没有勾芡 勾芡 我们刚才讲说勾芡的就是比如说 就是比如说对淀粉 大家刚有讲说在日式咖喱跟所谓的印度咖喱 其实我觉得口感上最大的差异是这个对不对 对印度咖喱比较稠度高一些 对那主要是他们每一道他们的基底一定是洋葱泥和番茄泥 好然后在这里要透露一个训练 没有错 是的没有错 所以等于是你们点了之后师傅才开始打这些蔬菜对不对 蔬菜是底是已经先打好了 然后他是拿这些新鲜的打好的底 放在锅子里面拌炒和香料拌炒然后加热之后然后熬煮 所以并不是一锅一锅煮好等你点了他加热给你吃 不是这样对不对 等一下我要有一个餐具要给那个那个 因为你等一下你要翻给大家看 等一下在翻之前我也还没拍照 算了算了 我用我那天在翻红花46的照片给大家看 那天的照片好美哦 我之后我也会还没 我之后我也会再分享给大家看 然后我之后也会告诉大家我那天吃的心得 因为我一直在等Sandra来我们超级美食家 他来了我才要分享 对啊才要让大家知道一个很愉快 一个让你吃起来身心都很舒畅 我可以这样讲吗 那天吃完了那个Saffron 46好像做完了一个瑜伽一样 有一种你知道有一种那样子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对小美女在这边都还没有拍到你 对 来先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Sabrina 对啊 对 好你等一下要告诉我那天的结果 好 好来 我们有讲偷偷的秘密 不能跟大家说 来 纸碗给我一个 对啊 因为今天都准备好了 我等一下我就要开吃了保师傅 等一下我要给大家看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印度长米哦 不是泰国米哦 对 有人问有素食吗 等一下等一下回答他等一下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我是不应该在刚刚连线的时候 把盖子打开来 现在整个录音室都是印度长米香味的王瑞瑶 天呐今天真的是太香太香了 我们邀请到的是 番红花的老板娘Sandra 还有Saffron 46 我每次都差点讲到47 46 46的行政主厨Nikolas 来跟大家聊聊 番红花的料理 而且他们今天带来的全部都是 高空 就是Saffron 46的菜肴 大家可以发现印度菜变美了 有听众朋友不断在直播里面提问 有一个听众朋友问有素食吗 有吗 我们有提供非常多素食的选择 因为其实印度料理素食就是一个主轴 对不对 是的 在印度有大概60-70%的人口是素食 然后还有他问说 这样子的料理适合小孩子吃吗 会不会很辣很辣 不会 其实印度菜大部分的菜是不辣的 印度菜讲究的是平衡 口味的平衡 那辣的话只有可能我们其中只有两三道菜是特别的辣 其实吃的就是它的香料 还有一些很多蔬菜打的一些酱汁 对不对 其实迷人的是这个 然后还有有听众朋友问说 这是印度常米吗 是吗 是的 这是印度顶级的Basmati Rice 那它带有特殊的香味 那它煮起来 它的粘性不高 淀粉不高 那煮起来是颗粒分明的 好有听众朋友问说 在别家的印度餐馆里面吃他们的咖喱都怪怪的 为什么你们加的那么好吃有秘密吗 你们家是有加味精还是有加鸡粉还是有什么神秘粉末 为什么 当然没有 其实印度咖喱我想大家对于印度咖喱的印象就是可能煮成一锅或者是会加一些其他的人工调味料 那但是其实印度咖喱呢 就像刚刚Sandra所讲的 他们会用大量的蔬菜 比如说番茄洋葱 然后甜味的部分我们会用洋葱跟腰果去做成一个 腰果好甜 都是自然甜的东西 那我们会做成不同的sauce的基底 那在order进来的时候 师傅们会现场马上去制作那个咖喱 所以香气跟可能各位以往吃到的咖喱是不一样的 是因为他的香料 他的食材 那个风味 鲜味的基底 这是一个新鲜啦对不对 一个新鲜的现做的味道 还有居然有人问老板娘 他问老板娘喜欢芒果鸡口味的咖喱吗 我怎么没有听过什么芒果鸡 芒果鸡我也没听过 对呀 有人问说咖喱会加黑种草吗 你们怎么会有好奇怪 黑种草 他的英文是什么 黑种草 对呀 好了我不管你们了 因为我现在要开吃了 我现在要让Nikolas 来帮我把咖喱浇在这个印度长米的这个米饭上面 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我们上次其实都讨论到印度长米成本很贵对不对 是的在台湾可能只有目前只有一家或两家的进口商在进印度的顶级的长米 所以我们也是经过一番的筛选 那印度长米的种类也很多 那最后我们选定是这一个 有人说天气热吃咖喱 尤其是吃印度咖喱 刚刚好 等一下你另外一半要帮我交上另外一个 没错 对啊 因为Nikolas在Saffron 46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你交完之后再对着麦克风讲 我怕你 对 因为他说有的时候看到 听众朋友说他在澳洲看到蛮多印度人开的咖喱店都有芒果鸡口味 有可能是一个银河当地的一个口味对不对 好Nikolas你告诉大家你在番红花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我要吃咯 我要吃咯 好 你说 保师傅我先吃咯 保师傅要流口水了 你要用这个吃 好 你说 我在番红花呢 其实我的角色是协助我们的主厨 印度的主厨 多认识我们台湾的一些食材 那也算是交流 就是因为印度师傅他们所使用的食材 跟在台湾的其实不太一样 他们对于香料的使用是非常的熟悉 那因为我过去的经验比较是法国菜 对那可能在一些技术上面是有别于印度菜的 所以我跟我们印度师傅鼠迪 我们的主厨的合作是希望可以带出更多不同的 等一下 我对不起Nikolas 因为如果听到朋友追上直播的话 会发现王若瑶根本没有在拍帅气的主厨 王若瑶在自拍 对 在自拍 在自拍吃这个咖哩饭的味道 就是我喜欢这个带辣味 而且我咬下去 还有香料 会爆出来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口味是什么 我今天为您准备的是这个 西拉 Rice 您咬到的应该是刚刚我们这个小茴香 对 你知道我一直在吃 所以Nikolas整个被我打断 他说这是在干嘛呢瑞耀姐 所以换句话讲 Nikolas你做的是一个美化的工 有人骂我了 他说瑞耀姐要认真一点 我是认真吃 所以做的其实是了解食材 然后进一步做成一个美化的动作 对不对 是对 好听众朋友你们再忍耐一下 因为王若瑶真的太贪吃了 我一定要把这个羊送进嘴里 然后再给大家 让大家知道 你不要以为美化的动作这件事很简单 其实并不简单 因为下一道菜就会告诉大家 这到底是一道什么样的菜 被Nikolas把它重新演绎成这么漂亮的一道料理 我先把羊塞进嘴里 听众朋友等我 你们家的羊就是温顺羊 对不对 是的 也是经过大概 羊肉好好吃喔 我好爱羊肉 炖的非常的软嫩 然后香料非常的入味 而且我觉得关键是在于新鲜啦 我觉得印度料理卖的就是一个新鲜 香料新鲜 蔬菜新鲜 食材新鲜 不是吗 对不对 食材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食材选择非常重要 好 来 我要让大家知道 这道菜 为什么会变这道 变这么美 可是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这道菜其实大家都吃过 可是你想象不到它变成这样 休息一下再回来喔 听众朋友已经受不了了 听众朋友说 我要聊的都太接近 我的直播的手机 所以呢 都看到我要聊 听到我要聊吃东西 很残忍 对不对 很残忍 有人讲说这是一个法国风的美化 是这样吗 Nicolas你会这样认为吗 我不会特别称之为法国风 那因为在这边菜的呈现 其实多多少少会带入一些我自己个人的 所喜欢的的感觉 对 其实我做菜很emotional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王瑞 我其实才吃了三四口吧 你看我已经发汗了 就我喜欢印度料理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它好奇怪 我每次只要听到 不是只有辣喔 就是吃到印度料理之后 我的身体会转 就比如说我自己 我觉得我的这个 比如说我的循环 对比如说我的循环变好了 我这样讲对不对 我常常讲说有一种瑜伽的feu 所以这是我刚刚所介绍的Gaurang Masala 它为什么之所以叫Gaurang 是热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对对 它可以增加新陈代谢 糟糕了 现在陷入一种状况之中 有人在问说 你们家有冷冻条理包吗 你们家可以网购 欸你们好奇怪喔 它卖的就是新鲜 你们怎么会要求它做冷冻条理包呢 发生什么事了 发生什么事 有消费者会询问这样子吗 我们有消费者会来买外带 我们的外带还是新鲜现做的 那冷冻条理包我们不做 是因为我们不能保证 经过冷冻回去再加热之后 它的食物的口味是不是和现做的一样 嗯好 然后还有就是 在这里我哥哥应该有追上直播哈 哥哥 大概没办法带回去给你吃了 因为你吃成这样子 我本来是想说保师傅 我会带中餐回去给你 现在有点难了 因为这么快已经被我吃完了 所以没有冷冻条理包 可是大家可以去外带 可是我会建议大家外带去添母饭红花 因为如果你去South Round 46 你一定要坐下来 看它的高空景观 从头到尾都有看得到101 而且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酒吧 对不对 是的 一个吧台 有人老师傅说回来吃午餐 我好喜欢这种辣 好舒服喔 您所收听的是中华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知道我最近试菜很频繁哈 因为呢微风南山刚开张 而且很多餐厅最近呢也都重新换了主厨 可是呢我从来没有过一次 就是在密集试菜的时候 吃得这么开心这么舒服 所以呢很高兴呢今天邀请到的是 天母饭红花的老板娘Sandra 然后呢也特别介绍了他们新开张的South Round 46 在微风南山的46楼的这样子的一个舒服的环境里面吃一个让人家通体舒畅的印度料理 刚刚呢吃了几口印度咖哩还有印度肠米 我已经在流汗了哈 刚刚自拍给听众朋友干 对啊好舒服的一个感觉 可是今天要来跟大家讲 到了高空全台湾最高的印度餐厅 到底他们做了哪一些改变 我们让Nikolas自己来说 这道菜大家一定都吃过对不对 可是这样拍大家不知道那是什么 这是什么呢Nikolas 好这道的话呢叫做Chandi Chokcha 你这样讲谁听得懂 对不起 那这道菜呢其实在我们餐厅呢 翻给大家看这道菜到底是什么 大家看到它好缤纷喔 五彩缤纷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三角 就是酥皮的金三角 它是其实它里面是Samosa 所谓的Samosa 然后我们加上了新鲜做的冰凉的优格 嗯 还有红色的是罗旺纸酱 是 绿色的是香菜薄荷酱 那加上师傅所自己调配的辛香料 那当您吃在嘴里的时候 您会有酸甜咸 咸 冷 和热 这种强烈对比的 可是这道菜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去印度餐厅 都会点的炸三角饼 对不对 我可以这样讲吗 对 炸三角饼它是 嗯 干的 可是它是在没有酱汁的情况下 有没有看到你所吃的炸三角饼 已经进化成这样子的程度了耶 都很难想像喔 这么漂亮 而且那天Sandra跟我讲说 那天在吃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 可是Sandra跟我讲说 诶 这里面没有肉耶 这里面是没有肉的成分耶 就是素食的 是 它是素食 可是它的味道非常好 非常丰富 而且我就讲说 它其实沾到了这个优格 我这样吃可以吗 因为这个是 可以可以 它其实沾到了这个优格之后 它本来是炸的很酥脆的 有的就变软了 对不对 然后温度有高有低 是的 它吸了它的酱汁 嗯 好香喔 好喜欢这里面这种酸酸的 甚至还带着浓郁香菜味 听众朋友 我又边吃边讲话了啦 我每次都边吃边讲话 而且因为它是一个油炸的三角饼 所以它的味道有一个油香在里面 嗯 这个是怎么把它转变成这样子啊 那个是 它这个是在印度来说 我要吃第二口咯 好请吃 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平民小街头小吃 是 那 嗯 我们自己本身非常喜欢这一道 所以我们想办法请师傅 把它就是 带来台湾 嗯哼 可是在印度也是加上这么多东西 这么漂亮的吃吗 在印度 嗯 材料是差不多 可是 当然它的视觉的效果 是经由Nekolas的 它的 美化之后 然后呈现在台湾的消费 而且Nekolas 我在里面其实还吃到了好多脆脆的蔬菜丁 是 这个里面 是洋葱 是洋葱 不嗆喔 对不嗆 其实 这道菜 好好吃喔 这道菜在印度当地呢 它们呈现的方式 跟风味的层次 是比较简单的 嗯 那在我们这边的话呢 为了想要让客人有更多的口感啊 风味啊 不同 不同的 感觉 所以我们 呃 加了比较多 呃 不同的元素在里面 嗯 那视觉上也去 呃 就是 让它更丰富了一点 对 因为都没有想到这个印度素的 这是素的炸三角饼 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 而且我现在嘴巴里面 就是有一种yogurt的酸裂 而且有一种冰凉的感觉 欸 有听众朋友一直都讲说 请你们去高雄开分店 哈哈哈 可是我要讲的是 有听众朋友住在桃园 居然留言说都吃不到 因为他住在桃园 桃园跟台北有很远吗 我现在怎么搞的 我觉得怪怪的 怎么搞的 我觉得留言的人 应该是住在美国跟澳洲吧 哈 这两两地的听众朋友 才觉得有一点难 可是在这里 其实来到台北 并不难 并不难 好 然后还有就是 这边还有另外一道菜 也是一样 是一道美轮美奂 哦 高雄其实可以啦 你们要去高雄开店吗 哦 现在好多高雄的听众朋友 都一直在吵 不断的在直播里面 吵说高雄可以哦 来 有吗 嗯 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 因为我们目前刚开了微风南山 那我们现在还在 嗯 希望把这个微风南山 能够把它就是 服务品质食物 各方面 先把它做到最好 可是看起来听众朋友 并没有死心 听众朋友 高雄店离台南很近 哈哈哈 好 来回到也是一样这道漂亮的菜 这道我那天有吃到吗 这道没有 对呀 这道今天特别帮您准备 那这道的话是我们主厨特制的龙虾咖喱 蛤 龙虾咖喱 是 那这道菜其实在 印度 龙虾的使用其实是不常见的 嗯 是不常见的 那因为印度 嗯 哎呦 舍不得把它弄坏 那我先尝一点味道 好 请用请用 你说龙虾如何 那龙虾因为在印度取得不易 嗯 靠海的地区也也不多 嗯 那但是这道菜呢 是我跟鼠弟主厨 啊 我们一起就是 啊 结合法式的一些烹调 跟他对于香料的风味的一些 呃 专业然后 呃 create出来的一道菜 嗯 那这道菜 呃 我们非常多客人喜欢 是因为 他酱汁 的 那个鲜味 甘味 嗯 跟香料的风味 是非常非常淡雅的 好 我这里要打叉哈 因为有听众朋友留言了哈 糟糕了 Sandra她把你当五宝春 她说啊 来家一开 我家有房子 不收你房租 所以这是五宝春的模式 你知道就开店免租金 是 所以等于是嘉义人也跟你招手了 还有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哈 这道其实看起来很咖喱 可是其实吃起来很龙虾 我我这样子 大家有接触到这样子的形容吗 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现场直播没有停哦 对啊 因为这道看起来是咖喱 可是他吃起来是很浓很浓的龙虾酱 对 我这样讲对不对 这个里面我们是用龙虾高汤下去制作的咖喱 难怪 好浓郁好好吃哦 对 我们的高汤怎么制作的 嗯 我们的高汤是 当然我们龙虾是用新鲜的龙虾 糊的龙虾 不是冷冻的 那我们壳取下来之后呢 会用大量的番茄洋葱 香料月桂 比如说月桂叶等等 然后下去炖煮 可是跟法式的不一样 还有有一个听众朋友问说 在三个傻瓜里面 他们所吃的那个黄色的高饼铃薄荷酱是什么 蛤 真的吗 那应该是 这是什么 我想应该是南印度的菜之一 它是用米粉做的 嗯哼 它应该上面有一些Master Seeds 就是芥末子 我想它应该提的是这一道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留言 我怕忘记 忘记问这个 有没有看到 所以它其实跟法式不一样 法式不会有 这么重的香料在里面 对不对 法式其实就是一个龙虾高糖 嗯哼 那这个要做得好 我觉得在印度菜来说不容易 因为我们要入香料 它香料又不能抢过龙虾的鲜味 哦 你们家的龙虾好好吃哦 你们家的龙虾好活哦 哦 这个口感 摔摔 然后有人问了一个问题 它说印度咖哩都会用辣的卡燕辣椒粉吗 卡燕跟印度是两回事 卡燕是匈牙利 应该是 对这是两回事哦 不一样的 我们用的是 像这个它是有辣味 可是它又不辣 它叫做 我刚才闻起来辣哦 它有香气 那它叫做克什米尔红椒粉 克什米尔 不一样的产品 对 还有大家讲到卡燕 不会跟印度化上连结啦 我这样讲对不对 对它是 一样是红椒 可是它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不一样 然后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 天母的番红花跟Safran 46有不一样吗 是的 我们天母Safran 它是针对北印度 它是北印度菜 非常专门的北印度菜 那在新意为风的Safran 46 番红花46 它是印度菜 就代表着印度的东南西北的菜色 我们都入了我们菜单里面 所以一个是集中北印 一个是全印 对不对 是的 听众朋友会看到Sandra 讲话又不认真 因为王热瑶 因为王热瑶又在大口的吃东西 而且因为我吃的是印度长米 所以录音间掉的满地都是 因为它没有粘性 好 来讲 有人问说两个餐厅的价格如何 好 价格 广播不能讲 等一下回答大家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天母番红花的老板娘Sandra 还有他们新开的第二家店 在微风南山46楼的Saffron 46楼 我们先来讲一下番红花了 你今天没有带番红花来啊 比如说印度料理里面 番红花 就比如说你会取这个名字 一定有它的理由 对不对 是的 番红花它是一个比较稀有 然后又价格是比较昂贵的一个食材 它号称是全世界最贵的香料 是不是 它的可以和黄金 有人说它可以和黄金来相比 那一来是它的重量非常的轻 那一朵花里面它只有三个花丝 那所以 花蕊 对 所以我们是取得它的花蕊 那他们说在15万公斤里面的花 只能取得大概一公斤的花 所以15万公斤只能够取出它的花 实际就是里面一公斤 对 对 因为它非常的轻 那所以 它 然后它也是比较稀少一点 所以 番红花价格比较昂贵 所以取这个名就要让大家知道 这个名字就是在整个美食圈里面的番红花餐厅也是非常的难得 因为他们家用的香料 我觉得光是香料 这件事情就与众不同 因为有人就在讲说其他的印度餐厅它吃了 好像味道跟番红花不一样 我觉得灵魂还是来自香料吧 对不对 对 还有它的料理的方法 嗯哼 还有有人讲说好吃的都在台北 因为现在有高铁啦 所以其实好吃的在台北其实也就在你家隔壁 其实没有很 其实没有很远 大家不用想太多 可是呢 有听众朋友刚刚有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相信他一定是天母番红花的客人 大家其实会很好奇 这两家餐厅的菜肴有什么不一样 是的 其实刚才直播里有回答 因为很害怕大家没听到 来 嗯 其实天母的番红花我们的料理呢 是比较轻松比较family style一点的 嗯 那在南山微风的番红花呢 嗯 因为我们在高楼层在46楼 那我们所提供的 呃 用餐的空间 服务 那环境都是 呃 跟天母店的氛围是完全不同的 哦 46楼那个高度好棒哦 46楼比85楼 比85楼101的高度更棒 对不对 对 不会受气候那么大的影响 是 嗯哼 那 呃 南山微风呢 我们主要想要提供的是 呃 让客人可以 呃 想用印度菜的同时 是 但是是用比较 轻松 casual的方式 呃 去 呃 去 呃 去吃 那但是同时 又可以有 像fine dining的服务 嗯 然后跟用餐的空间 嗯哼 还有我那天去sufferan46 我发现你们把一个很大的位置 拿来给一个酒吧 我想知道在饮料的部分 大家其实去印度餐厅 大家都普遍都只会喝奶茶 对不对 都只有奶茶的选项 可是看起来你们把吧台做的这么大 一定有它的道理 是吗 是的 嗯 希望把bar and restaurant 做结合这个概念 把它带进来台湾 嗯 那我们也很荣幸的能够和 嗯 嗯 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位非常有名的调酒师 Archie 来做合作 那我们是一个 嗯 partnership的一个合作模式 嗯 那他嗯 由Archie来帮我们做了 嗯 这个我们的酒吧的 这 还有一些做一些特殊的 cocktail的一些的 嗯 设计 对啊 那个bar好大 那个bar还可以直接连到天花板 你们家的这个挑高应该是5.7吧 还是6吧 5.9吧 有这么高吗 有6米 多少 有6米对不对 大家有看到吧台一路连到天花板这样子的气魄跟气势吗 你知道在一个印度餐厅里面 所以来到了Saffron 46的开胃菜应该要先从一杯饮料开始 我自己会这样觉得 然后还有就是Saffron 46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这个开放式的厨房 呃就直接告诉你印度料理好吃 需要透过一个东西 应该是两个东西对不对 来介绍你们家 就是开放式厨房的两个神器 嗯 就是我们的姚 姚 对 你在叫我吗 哈哈哈哈 我的姚 对 我的姚 那因为印度的难饼 大家都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难饼的风味呢 主要是来自于 姚里面的那个炭火 你讲难饼 你怎么写 N A A N N 难饼 你直接把它翻过来 对叫难饼 不是贴炉烧饼哈 大家去印度餐厅吃要学一点 你知道知识 难饼 难饼 对 那所以 嗯 其实我们很多 难饼呢 因为它是用炭火 下去烤的 所以它表面 多少都会有一些 比较 深色的部分 鼓起来的这些疙瘩 对 这个是正常的 的现象 等一下啊 换句话讲有人 又嫌你们烤焦哦 真的还是假的 那有点像烤披萨的概念 所以它一定会有一面是有crust 对啊 对那因为它那面是贴在它的陶壁上的 所以那不是烤焦 那是正常的现象 还有我觉得听众朋友都被洗脑了 洗脑就是吃了烤焦的东西会得癌症 这个其实是被完全洗脑 我并不是讲说吃了烤焦东西不会得癌症 其实看你吃的是什么东西 还有它的量 我其实听到有好多 就比如说有很多烧肉店 卖烧肉饭的也把烤焦的给我剪掉 我也觉得好奇怪 大家其实不要太过分 所以等于是一个就是一个探炉 对不对 烤饼 然后还要烤什么 还有烤肉类 腰烤 腰烤 对 鸡肉块 我们烤羊肉 我们烤鱼 还有虾 海鲜 还有一些素食类的 当然也是有像我们的马铃薯 里面塞了香了我们的手工做的起司 然后里面有肩果 那素食的人他们也是可以吃到非常好的 就是我们的炭烤的料理 而且我觉得那个烤炉好厉害 那个烤炉师傅必须要从串肉串食才开始学起 对不对 好长的好长的这个烤肉串 全部都挂在这个墙壁上 很简单的烹调工具 可是有很多的烹调技术 是不是 因为我们的摇烤师傅 他是非常专门在摇烤这一方面 他对于火候的拿捏 对于腌肉的就是他的也是香料的一些拿捏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他的手要不怕热 手不怕热 手不怕热 除了他是东方人以外 其实所有的厨师都是印度师傅 对不对 全部都是印度师傅 所以他的料理才会好吃 因为做的就是他们自己熟悉的家乡菜 我们的时间大了 谢谢Sandra 也谢谢Nikolas 大家来吃印度菜 最好的印度菜 拜拜 好了 我们要讲价钱 因为刚刚其实没有讲到价钱 有人在问翻红花 天母翻红花 他还有Saffron 46的价钱 来 天母翻红花 他之所以进入必比登 那他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他点三道菜里面 不得超过一千三百 一千三百元 对 所以其实我们的价钱是非常的平民化的 在那是也是我和我先生当初开餐厅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我们希望能够我们的料理是一般人 他们常常能够来吃 不是说是因为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日子 他们才选择我们的餐厅 那Saffron 46呢? 你说 Saffron 46的话 当然我们因为会想要提供更多的用餐的体验 对 那所以价位的部分会天母稍高一些些 对 但是我相信各位听众来到Saffron 46之后呢 会觉得是值得的 其实我们这边除了更多元的印度料理之外 包括酒的部分 那服务跟用餐空间 也都是更舒适 你讲的好委婉 真的吗? 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观众来就是来我们餐厅的朋友 那一进到那个空间就哇哇哇 是的 他们都说我们的CP值非常的高 对啊 这个空间的环境还有服务 还有这个水酒 然后还有大家所看到的这么美的一个摆盘 就知道跟你在之前所吃到的比较家常式 家庭式的印度料理的氛围 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而且呢在Saffron 46我一做会做好久 我这样讲对不对? 是的 你知道整个空间环境的感觉 会让你觉得你想要放松 把脚步放慢 然后慢慢吃顿饭 或者是跟你的朋友在那边相聚 不用感的情况下 来用餐 对 然后还有有人问主厨的头发超多 是吃咖喱的好处吗? 我尽快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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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听众是要问我白头发 他脸红了 他脸红了 好啦我们不再开玩笑了 因为我让瑶瑶要认真吃哈 我刚才其实吃了这个 你看我又想再吃 天啊 这道菜是停不了欸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 他非常的开胃 还有听众朋友 我现在嘴巴里面都是各种香料 而且是各种香料的圆形 我刚刚其实 Nikolas在讲话的时候 我还吸到了一颗小茴香 哈哈哈哈 就继续咀嚼给大家吃 好 先跟听众朋友说再见 主厨来 拜拜 各位听众拜拜 Sandra谢谢 很高兴认识他哦 我很高兴在他身上 知道好多印度料理的一些 美味的一些故事哦 谢谢 好来 美女来 耶 欢迎大家来46楼 知道 你干嘛要退后 他脸看起来比较小 哈哈 我就知道他很坏哦 他真的很坏 好啦 我是王 给大家看一下 拜拜 听众朋友 这个真的是我近期来 试菜最开心的一次 也希望大家能够 再吃印度料理很开心 拜拜 拜拜 我要继续吃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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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